美军日前宣布成功地研制出了全球首个拥有自我制导能力的子弹 这是一种长眼睛的智能子弹 可以用来消灭隐藏在远处的敌方狙击手 电影刺客联盟中的杀手可以控制出弹后的子弹 先是研制曲线运行一圈 然后重新击中目标 目前这种出现在电影中的高科技智能子弹已经成为现实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称 最近成功测试了代号为极度精确武器的智能子弹 这型子弹内配备的引导系统能克服天气 方向和目标自身移动带来的偏差 在空中飞行过程中自行调整方向 指引子弹成功命中敌人 目前美军狙击手一般能消灭600米外目标 有了极度精确武器子弹 狙击手将可准确击中2000米外的对手 不过这种子弹的成本将远远高于普通弹药 这一项目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实施 当时美国国防部召集了一批互联网和GPS领域专家进行研制 它采用了很多高科技 包括尾翼稳定投射 航空发动器控制技术 炮弹制导 小型炮弹稳定供应系统及先进瞄准科技等 并且射出的子弹还会自动搜索和锁定目标 目前狙击枪的射程最长距离记录为2.43公里 而智能子弹的射程达到了5公里 不光大大提升了射程 同时也将命中率提升了一倍多 从目前的资料显示看 这种智能子弹是一种激光制导子弹 目前尚处在试验阶段并未装备部队 专家认为一旦智能子弹投入使用 可实现真正的点杀点射 如果智能子弹投入实战的话 这样就大大扩展了美军的精确打击这个概念 我们过去说美军的精确打击 主要是指空中和海上 如果智能子弹投入使用的话 我们过去老说点杀点射 它就真正实现了这种点杀点射 但是战场上它总是有攻有防 目标它可以采取一些干扰措施 干扰激光制导导弹 激光制导炸弹一样 它也可以靠一些干扰措施 或者优先措施来降低智能子弹的精度 它也不是绝对的准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 这种智能子弹预计最快在2015年广泛使用 每个还可以走到摇取 那么久 这种智能子弹有关